刚经历了一场巴黎的暴风雨 我要蜕变 大家好 现在我刚刚登机要去巴黎 就是说要飞11个小时 特别特别的久 从来没有做过这么长时间的 一趟长途旅行 而且在飞机上 有啊 以前有坐过特别久的火车 飞机还是头一次坐 巴黎是第1次去 然后也是第1次参加 巴黎的西方舟 所以特别的期待 走着跳 哈喽 然后我现在已经 到了这个 秀场了 完了现在人特别多基本上都要坐满了 然后现在 等待开场 哈喽 现在是巴黎时间 下午6点半 然后呢 我马上要出发去街拍了 今天 街拍的场景 好像是在 巴黎铁塔附近 特别期待 马上也要天黑了 今天拍两到三套look 期待一下最后是什么效果吧 哈喽 我们现在呢 要出发 去 啥 啥地方 什么桥 雅丽山大桥 我们现在要出发去雅丽山大桥 然后 拍一些好看的照片 给你们看 这里还看得到 巴黎铁塔呢 然后期待一下吧 拜拜 拜拜 现在 非常非常地冷 然后这边 马上下 非常挑战 我的 我的表情专利 希望今天能顺利完成 看到我身后的铁塔了吗 巴黎 巴黎 特别的 冷 国内现在应该还蛮热的 吹饱暖 然后拍车加油 辛苦了 大家有没有看过盗墓空间 然后我身后这个就是 就当时进入那个盗墓空间的桥 诶诶诶 这谁 小女孩 我看 现在几点 快九点 现在快九点 其实还好 只要就是 巴黎这边有点小冷 我们看 这一边是 这个增长 好 好吧 好 哈喽 今天最终结束了这个 拍摄的一天 但只是第一天 明天还有一天 这一次主题我记得是 奔跑 对没错 跑了一天反正 然后给你们看一下这个景 特别好看 然后这是一个 就是像重庆一样的 差不多就是今天所有的内容 明天还有一天 嗯 加油吧 希望明天不要下雨 拜拜 好玩 哈喽 现在我呢来到了罗丹美术馆 登登登登登 我特别喜欢巴黎这样的街道 就拍拍照特别好看 然后进去看看 后面是 后面是就是那个罗丹美术馆 给你们看哦 有机会可以来一下 哎 蛮漂亮的 我还蛮喜欢这边的环境的 现在是 巴黎时间 11点48分 刚经历了一场巴黎的暴风雨 我要吐一遍 给大家挑一下这个罗丹美术馆这边的纪念屋 然后送给你们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思想者 嗯 怎么挑一个 我想要拿一个这个 这个它是一个磁铁 你看 那个后面 是能贴住的 所以你们可以贴在冰箱 这个可以就是可以给你们然后 你们可以用来写写字 然后寄给朋友之类的 挺好的 我挑一个蓝色吧 你说蓝色是你最爱的颜色 好好看哦 再带一个水晶球给你们 现在 出发 下一个目的地 吃饭 吃啥 吃法餐 来这里一次法 法餐都没有吃过 然后 吃的全都是川菜 来给你们介绍一下 这是 但是法国的主食吧 然后刚才我们上了第1个冰淇淋 给大家介绍一下 他们家的法国鸡蛋 法蛋 这个我们点的 这是整鸡鸡 然后龙虾 sorry 好好吃哦 好好吃哦 登登登登登看正餐 他们这个叫 羊笔 年轻的牛 试一下试一下 试一下 好吃 从外面的牛排差不多 我知不知道这个质感 但是好吃 大家看一下这个形状会不会有点奇怪哦 这是土豆饺子 这个好酸 酸到我脑瓜的 建议 来法国呢 可以尝试一下 但是 如果很赶的话 还是吃中菜吧 哈哈哈 哈喽大家好 我的巴黎之旅 彻底结束啦 时装周还有小小街拍都 全部收工 在巴黎有什么印象深刻的事情吗 每次拍摄都下雨 每次拍摄都下雨 可能在挑战我的表情管理 有什么还想再来尝一下的食物吗 在巴黎 我不想在法国尝食物 哦除了那家特别好吃的 川菜店 真的是巨好吃 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来巴黎的话 真的可以 好好地逛一下 不管是巴黎铁塔 凯旋门啊 还有这个巴黎圣母院 对都很值得去 拜拜